韩流在东南亚国家的人气由来已久 最近 亚洲文化界知名人士齐聚老挝万象 探讨扩大韩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方案 此次韩国东盟文化论坛在万象举行 来自韩国和东盟八国的影视界公共美术 时尚界人士齐聚一堂 探讨扩大韩国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方案 与会人士基于自身经验 就恢复因疫情中断的亚洲文化界人士交流的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 新加坡一家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可以举行电影节 论坛等活动 打造交流实验性影像的平台 文来的一名艺术创作人士提议 艺术家们可以互换生活地区 丰富的文化体验有利于创作 还有不少意见指出 合作应从相互理解 结合彼此的文化开始 韩国网络漫画在泰国走红后 当地推出了讲述参加韩国战争的 泰国军人故事的网络漫画 反响热烈 泰国的一名公共艺术导演表示 目前正在策划一个项目 探索如何实现艺术合作 相关合作会如何影响人们 以及会为未来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有关人士表示 此次活动使文化界人士得以面对面地 倾听彼此的故事 仅这一点便使我们获得了继续创造文化的力量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感谢观看